居家快篩就算实名制 许多人排队购买还是扑空 旅居美国的台湾人说 今年1月跟3月 美国政府两度开放 让居民上网申请免费快篩 只要是美国居住地址都能下定 但一个地址只能申请两个订单 一个订单有4G的家用抗原快篩 总共8G 镜头转向新加坡 现在在药妆店也能随时买到快篩剂 不过去年疫情严峻时 则是靠政府配发 在绕过半个地球 欧洲德国疫情最严重时 几乎都采居家办公 线上上课 因此不太需要快篩剂 直到疫情趋缓 还有在德国的台商 最近下单购买快篩剂 价格也一产地或品牌 的确有些不同 至于南半球澳洲 大部分是雇主提供试剂给员工快篩 但也曾出现排队买快篩试剂的画面 我有看到当时有很多人在药局牌子要买 因为大家都会有点紧张 就是想说我有点症状 我要不要确认 或者甚至是有人需要回去上班 他雇主说你必须提供快篩证明 不过这个都是一阶段一阶段 因为后来甚至是说你就是没有症状 你就不需要去做任何检测 你就可以直接上班 在台湾也有政府免费配发的快篩试剂 但直线提供给确诊者 或已经被匡列的居隔民众 而且不是直接寄送到家 还是得透过民政系统靠人工发送 而他们拿到快篩试剂的时间 通常已经是居隔后两三天 甚至更久以后 TVBS新闻苏太炎红彩的台中采访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